二狗二狗快醒醒夫人来了 醒醒快醒 夫人什么夫人夫人 什么夫人 你这是哪 我不是在西北这些任务 我他妈出现车 大下公赵家家丁啊 我告诉你老爷的一物双鱼玉佩弄掉了 现在夫人很着急 小蝶说看到一个三品家丁溜进过 夫人在那里走 是不是在那 就在半课猪之前 我亲眼定到的 这枚玉佩对我非常重要 若若你们不小心捡到自行归还 我既往不咎 但若若被我搜到 我有此位 绝不留情 搜 给我仔细地搜 是夫人 来人 这枚玉佩 是我父亲 总的丁情信物 若若一世 半年之后 我怎么有脸去见他 给我仔仔细细地搜 把他们衣服都给我脱了 仔仔细细地检查检查 靠当家庭可真他娘都没人群啊 夫人 把他们裤头都给我脱下来 仔细检查检查 把他们裤头都脱下来 仔细检查检查 他们刚春月就要脱裤子 这么刺激 行 我马上就脱 还请夫人和小蝶回避一下 夫人 咱们回避一下吧 我都这一把年纪了 他们在我眼里啊 就跟孩童一般 回避什么呀 赶紧拖 是夫人 夫哥 把手拿开 啊 不是你一个男人家你哭个屁呀 光举上一把 啊 我自己套你 啊 我自己套你 啊 我自己套你 我自己套你 天哪地大武器不要 现在还有这种装型啊 哎 滚滚滚滚滚滚 你什么意思 我真没拿夫人玉佩 拿没拿我检查便知 把手拿开 不放开不放开 别人能脱就你不能脱使 啊 我看就是不懂夫人的玉佩 这 我 快穿上吧 是 夫人 小迪 你看清楚了没有 现在查一查了 也没找到夫人的玉佩呀 我 我可能看错了 又许他们已经转移了说不定 什么啊 这位姑娘 我们三个大男人就被你脱光检查 你还叫怎么样 啊 三品家丁就不是人吗 你没有证据 就别把这种我们通商扣 去去三品家丁 在我们丈夫那里是人 你行了 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没有证据 强行怀疑 你最近去盯一顶贺兰县的各大当货 或许有什么线组 是夫人 对了 我房里有一些旧屋 需要扔掉 你收拾一下 到我房里去搬下 我 二哥 你运气可真好 竟然被夫人点名去帮忙 是啊羡慕羡慕 到时候肯定有不少赏银 干活拿赏银 我看哪 是另有资母吧 哎 二哥 你刚才说图谋不回事 是什么意思 那夫人找你去干活 她还能怎么样 不是她想请规则我 什么规则 请规则 就是看上我想睡我 你以为咱们夫人是什么人 那可是贺兰县有名的孕女 孕女 你说去世十几年 夫人孤身一人 扶养两位小姐 又应手操持着这诺大的家饮 那京城上下 有头有脸的男人 谁不给她几分裹面 她能看上你这小小的家庭 真是这个不让徐伟家 平常藏夫人背后是这样 那是当然了 藏头两点三什么意思 二哥 你是不是傻了 你连这都忘了 这三是咱们在赵家的品级啊 那这府里边 身份最高的是夫人 再下来是大小姐子二小 然后还有个特殊的存在 特殊的存在 特殊的存在 再然后是一品家庭 下来是鸭品 鸭品 鸭品身份越低于一品家庭 但又比二品高 二品就是刚才留见那种看家护院 再下来就是咱们三品 抓麻的 打扫卫生的苦力 你说我啥时候收二品 所谓的牛马家经 说的就是咱们的 得了 我要去夫人再帮忙了 我真的给了赏钱 请你喝酒 夫人小心 这女人虽然年纪不小 半十天才可真好啊 你还要抱我到什么时候 啊 我只是害怕夫人摔倒了吧 还不快把这里打扫一下 你作为三种嘉宾 竟然连打扫都不会 你看什么 我 我 在看 小小年纪 也不学好 我都一大把年纪了 你竟敢轻薄我 我只不如看见美好的事物 行 多看两眼 我都这一大把年纪了 还谈什么美好 夫人您风韵游存 看着也就像二十猪头 别忘了 没想到 我们赵夫还有你这样有嘴发式的家店 竟然还是微末的 三等家庭 小人直播 实话是说吧 那你 想不想仔细的看看 那你 想不想仔细的看看 原来真是看上我了 是我拿下的 我岂不是少分都二十年 小人愿意 你会不会觉得夫人我太过烂了 夫人 一直操持赵家多年 这么多年一直单身一个人 身为一个女人 二狗十分理解你 可惜二狗只是一介奴仆 不求甚至高位 只求把夫人伺候开心 一年是女人 哪有小孩 我觉得不妥 你还是太年轻了 靠 到嘴的肉都能飞 你还是走吧 夫人 你还是太过紧张 小人前些天当雪了一套退纳 可以帮夫人放松放松 等结束之后 你再决定小人的去留 哎呀 嗯 看来 时机成熟了 娘 你大白天的关门做什么 我女人来了 你快藏起来 娘 娘 大白天的你在床上做什么 这么热 怎么还该是被发等松 怎么了 女婿 雨萱 我有点不舒服 你来找我 有什么事情 还不是因为染房的事情 咱们的黄色燃料配方 始终有缺陷 而且看起来档次 也不如来家的 现在出口率已经很低了 我母口派是真的很难 太热了 我先把外套脱一下 别 走回去 嗯 娘 你说什么啊 我说啊 我们不能退缩 配方的是 你容娘再想想 啊 娘 您怎么了 没什么我就是肚子不舒服 肚子痛 您的院室不是在最近啊 找大夫看过了吗 可能啊 是吃坏东西了 不打劲呢 我看你好像很疼的样子 我帮您揉一揉吧 啊 不用 我嗨一嗨就过去了 没事吧 雨萱 你看起来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住 没 我没有 真的没有吗 那您把被子掀开 让我看看 雨萱 你让肚子有点不舒服 你去 你去帮娘找一个大夫过来 好 母亲 您先忍一下 我现在就去 不忍小姐大事不好啊 雨萱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你去帮娘看看 好 好 你个大胆的家伙 你刚刚那样的举动 要是被雨萱看到了 我以后怎么在她面前坐着 你 你竟然还敢要打我 不是夫人 叫我来的是你啊 是我那也是你 把我藏进被子里也是你 我都快被闷死啊 我东西都怎么了 你竟然敢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话 我是家主啊 你是家丁 我现在打断你两条腿 都没有人敢说什么 啊 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在多说胡来 你都说要把我腿打断了 还怪你你干什么 还不是去睡 那这力气再说 你住手 住手 我喊人了 你干嘛 雷雷大事不好 雷雷所有人都知道 原来现在会会有你的意味 被你家丁手 我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外面肯定有事情 你让我出去 好不好 我今天真的不方便 虽然只是一个三平家庭 但却打他枉为 掀心事 得找个机会 将他清理出赵家 不然雨萱和雨汉就会下 夫人 商行把咱们的货全退回来了 他们说我们的布比雕塞太严重 不仅要退还全部货款 还要进行双倍赔偿 双倍赔偿 我们一分货款都未收 为什么让我们赔付双倍赔偿 这不是明抢吗 可商会的力量实在太强大 我们没有换 调色这么严重 快不得被退 你他妈在胡说八道些 你 好一个王 你敢躲 住手 你作为赵府家丁 既然说出此等话 若是没有一个解释 立马给我卷不干 走人 有什么好解释的啊 不过是一个黄色染料配方吧 我有一种方法 染出那黄色不仅是一地上升 而且有着退色 只要按照我的方法重新再染一遍 一定能够打开 你刚春月回来就待着装逼的机会 岂能放我 我说二哥 你脑子又坏了 知道现在贺兰县最好的黄色染料 不品质多少钱 多少钱 三十万两的 这么多 贺兰县最顶级的黄色染方 分别掌握在其他三大家族上 他们手中 各自掌握着配方三分之一的工序 每当他们要染黄色的时候 分别由三大家族 各自完成一道工序 而你竟然说 知道完整的配方 简直是太活了 我们赵家 不养夸夸其他这种骗子 刘剑 将此人处处照顾 这 做啥 吕轩 你这是何言 我感觉 她好像似乎不是在开玩笑 何不让她一试 你让她试试 那就是浪费时间 我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看来这玉女很怕我啊 想找机会把我亲力出去 不然 小姐 我这就跟她出去 哎 等等 夫人 这么着急给我赶出去 很怕我怕 你在胡说什么 难道 我会怕你这个嘉宾不成 我说的这个方法 不足半日就能验证 即时再渺茫 也得试试 一旦成功 我们赵家便能一下崛起 甚至成为赫兰县的四大家族王手 唐若你做不到呢 唐若我做不到 不是你 娘 那个嘉宾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在想什么 我感觉您有点针对于她 您带下人一向都十分和善 为什么只偏偏对她这样 我看你是多虑了 最近啊我有一点焦躁 又听她大言不惭 自说自话 我一时生气 她一个家丁目不识丁 你还指望着她 能去帮我们赵家解除危机吗 我看你是啊 大错特错 她如果真有这样的本事 还能是一个小小的家居吗 小蝶 实验有结果了吗 还能有什么结果 肯定是失败了 是啊 怎么会成功呢 是我赵雨萱太天真 既然失败了 那你还不快管 谁说我失败了 包包染的布 送给大夫小姐看看 这儿 这是我染的布料 赤城黄绿青蓝子 自古颜色就有地位高低之分 恰恰黄色与紫色最为高贵 也是最为难染的颜色 而我不仅知道黄色 还知道紫色的配方 想说您吓掉你娘脸像 不说 你怎可染出 如此质地的黄色 莫不是 你到外采买 拿来诓骗我 不对 即便是贺兰县那些三大家族 也染不出这样质地的黄色 这块布 就不是贺兰县 不 我也不信 可是 我亲眼看它染出来的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你叫什么名字 比人 玩狗 好 今日起 你便是我赵家的一品家丁 想有赵家家丁的最高贷 想有自己的独立住所 哟 官商两级啊 我知道 从三品家丁 身为一品家丁 你心中定然有所不满 可是 其他奖励 我还需要与母亲商议过后 才能做去 只要你忠心带我赵家 我赵家定然不会亏待你 大小姐所言甚是 不过 二狗更想知道 那所谓的奖励 少数损 没想到 他真有如此能力 看来赵家一事半会儿 是离不开他 最迟明日 二狗便 接好家一了 太好了 我赵家的危机 终于有救了 倒是想看那家丁了 以后 染防这块生意上 咱们赵家 再也不受牵制了 可我觉得 他野心过不 若起事以后 他对我们赵家反噬 那后果 不堪设想 我觉得 母亲说的有道理 这样的配方 那些人 我都不认为 我都不认为 这样一来 我的名声可久了 但我有赵家 出去了 那就 我想了半天 整个赵夫 小蝶 我觉得只有你最合适 我 我 我 王二哥有了黄色染料配方 日后定是赵家做上宾 好吧 不可 我 我是觉得小蝶太过单纯 若是让他去 这岂不是羊入虎口 被他吃干抹净了 我们要想长时间拴住他 或者 等到我们拿到配方的细节 都摸得清清楚楚的时候 恐怕小蝶难当此大人 这 倒也是 那怎么办呢 恐怕没人比我去更合适了 只是 我该怎么开这个口 夫人 小姐 小蝶我 应该还是挺了解男人的 二位不要误会 小蝶 杰身自好 从未与男人有染 你们等我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关于男女之间的描述 小蝶我 虽会试验 但也懂得掉蝶口的含义 没想到还有人画出此等之物也是用心了 这等误会之物你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 说 我 我不能说 小姐问话 你还不说吗 我 我打扫藏书阁发现了 藏书阁 是父亲 这色鬼 死了还留着此等之物 父亲也曾年轻过 人都已经走了 母亲就不要太介怀 这个东西我没收了 回头我会烧掉 是小姐 那接下来 母亲 要不就让小蝶试试 好吧 那你就去试试 我跟你说 就这傻想子刚刚检查的时候被吓哭了跟你说 哈哈 乐死我 就是啥 哈哈 刘哥 我们能不能 刷饭再刷马桶 吃什么吃 马桶刷干净了吗你就吃吃水吧你吃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 跟我们三米家庭就不是人了吗 你还敢叮嘴我去你的 给我好好刷 不然后果自负我告诉你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刷 那是肚子刷马桶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哎呦给你能耐 他犯傻你也犯傻是吧 拜拜 这小子以后我照了你照 你算了什么东西你照啊 你一个三品的啊你再赵家照个屁啊照照照 算了别因为我得罪他们 这赵家之中等级分明咱们三品永远也都不过二品算了 听到了吧 听到就乖乖磕头道歉 我可以对刚刚的事情我去 让我磕头 你还不够资格吗 你还不够资格吗 你一平家庭啊 这这 现在够资格了 你上哪儿去 在赵家根本就没有连跳两极的做法我告诉你 他现在确实是一品家丁 这 他弄出黄色燃料了 自然 二口 你翻身了 惭愧惭愧 一不小心 就弄了个一品 你们两个 把马桶给我刷了 我们是二品 刷马桶是三品 我让你们刷你们就去刷 是 是掌柜 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多谢小杰姑娘 你自己先收拾一下我走了 哎呀有老鼠 哎呀有老鼠 这怎么顶得住啊 你干嘛 与你还迎 这同学对我使用美人机啊 拿这个考验老干部 哪个老干部呢受得了 我我就是看看老鼠有没有跑到你身上 真的吗 太可怕了我最害怕老鼠 小谁有美人机 也得你主次来啊 怎么是你 看来是想告小蝶这个神女把我拴在招家 如此一来 你们母女两个的如意算法 可就打错了 要不我帮你看看 老鼠有没有跑进你衣服里 所以把衣服做了 我给你检查检查 她的手法和动作 怎么跟树立的情场老手一样 可她只是一个三品小丝啊 平日里应该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的 你不要这样我有点害怕 你怕我干什么呀 你怕老鼠啊 你一点都不懂得连向西域 你上来就都能出粗暴 我粗鲁 我还有更粗暴的呢 这进展 怎么跟树立的说的不一样 供应我这么久 现在鞋上 偷偷不发了 住手 救命啊 这个 是不是老爷的衣服装业玉佩啊 这橙色不错呀 看起来 能卖三千两吧 你还贼喊抓贼 是你能管 我 我 如果啊 我把这件事 告诉夫人和大小姐 夫人和小姐会不会很生气啊 这样一个夹子咬在身边 会不会把你包裹抓走啊 求求你不要说 我说不说呢 要看你的诚意了 你胆子可真大呀 你家夫人和小姐带你不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之前赵家已经风雨飘摇 我想若赵家破坏后 我出去之后 水里还能有些 不至于下半身飘零 原来如此 妈蛋 这些丫头也是可怜之人 一旦主家破坏 那下场一般都会很惨 我今天是不是有些太畜生了 现在我已经为赵家 研制出了黄色染料 赵家应该一时半会儿 不会衰败 这样 无论如何 你都把这个玉佩还回去 不管什么理由 他们都是你的主子 你不应该这么猛死 那你能告诉我 是染料配方吗 当然 不能 你这个无情的情少 拜托 你家夫人和小姐 天天看我看得像贼一样 我要是把我最后的底牌交了出去 以后我还怎么在赵家混 我要是不在了 你怎么办 穿越这一趟 我可没太大的鸿途之志 我只想装装逼泡泡妞 过点混吃疼死的日子 岂不美在 那我该如何向夫人和小姐交代 这个嘛 自己想办吧 哼 你真的被那娃娃狗给 你不是说 你学会了这书宗精髓吗 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啊 这么轻易就被他得逞了 他把染料的制作和配方告诉你了吧 你不是点头 就是摇头 难道你就不能说些什么吗 来人呢 去叫那娃娃狗 押去刮骨 娘 你怎么了 脾气怎么变得这样大 小蝶是受了些委屈 但是您最近 情绪是不是变化的有些快 我也是因为前些日子 遗失了你爹送我的玉片 再加上小蝶 被家丁欺负 我这也是一时生气 他敢欺负小蝶 定让那畜生做大牢 我我是紫月呢 紫月 这种事情你怎么可能是自怨的 我也没注意 情不自禁就能和他的道 情无自禁吗 这可如何是好 雨萱 难道真让这个男家丁在我们赵家起誓吗 看来我必须要找他谈一谈 雨萱 你万不可和他单独接触 你看小蝶他 娘 你想什么呢 我就是想开门见山的跟他谈谈 问问他的打算 况且我十三岁跟您学经商 十岁跟崔姨学武 其实小蝶这样的傻瓜 女儿 你要加倍小心 娘 你放心 他要是敢有任何经验 我必废 二哥 你来我赵家多少年 十岁左右来 有七八年了吧 那这七八年来 我赵家对你如何 三品家丁过得不如狗 你说你带我如何 难道素妙不成 就要跟我打感情牌了 但至少给了你七夕之地 没有让你在外颠簸流吕 不知大小姐想表达什么 我的意思是 人要懂得知足和感恩 是赵家给了我这条流浪狗 一个遮风挡雨的屋檐 我自然不会忘 也不必赵大小姐亲自提醒 那既然如此 你能把配方交予我之下 看在赵家对你的情分是 对了 之前说给我的特殊奖励 是什么呀 准备好了 奖励你不是已经得到了 你还想要怎样 啥奖励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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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怎么了 你说小姐呀 我们只是情道深处难自尽 然后进行了一些 友好的交流互动 我们纯粹得很 没有讲厉厉回事 我承知土 你还敢在这大放厥词 这小妞会功夫啊 怪不得赵家能够玉礼至此 草使家一个女人 可不是全无不羁之力啊 现在可以好好谈谈了吗 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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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要怎么样 你才敢把配方交于我赵家 从今天起 赵家燃访的黄布省 利润二八分 二八 你未免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 不过我可以做这个主 以后我赵家贩卖的利文不疲 都分你了之 大小姐好像是哪里搞错了 我说的二八 是我八 你们二 你 停停停 大小姐 能不能别老来那套七十为鸭的 我骨头软 受不起 咱们是来谈事儿的 谈归谈别动手吓我呀 我最多能接受三七 你三 我们七 我的极限是四六 我六 你们四 你 哎哎哎哎 哎 你个家丁 要挣多钱做什么 大小姐 你这话说的 谁为谁钱多呀 好 我承认 你的染料配方确实是合心 不过我赵家的销售渠道 平台都是你不可或缺的 我拿着配方到处都是平台 而 你们光有平台没有配方 什么 都 是 我最多可以接受我们六 你四 没有一丁点可以让你 这样也行 但是 我还有个小女孩去 你说说看 亲我一个 既然如此 那就按咱们说好的定 他娘的用绞筋啊 大意 这小娘们武功真不错 我 昨晚 就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哎呀 黄战夺回来了 这一次出去跑货 还顺利吗 顺利的很啊 成功赚了七千多两 七千多两呢 那夫人跟小姐肯定高兴坏了 嘿嘿 必须的 小蝶呢 多日不见 小蝶 我还给她准备了惊喜啊 这 小蝶 好久不见 一个月不见 居然又涨了几分 黄管家 你回来了 对啊 有没有想过 我在柳州 花了二十两银的买的 你看 漂不漂亮 我给你戴上 你拒绝我 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弹劾拒绝 胡说 我走之前 你对我不是这个态度 为何现在如此冷淡 谁规定我一定要对你向脸相迎的 我可是赵家的一品家庭 同时 还是几个生意的掌柜千突无量 小蝶 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 只要你乖乖跟了我 日后吃香的喝辣的 我在话下 你吃香的喝辣的 问我什么事 黄家 你以后还是别再来找我了 会被人别人说的 我让你走了吗 放开我 我不放开你 你用的怎么样 小姐和夫人管家都不在家 现在赵家我最大 我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哈哈 救命啊 你叫吧 你叫不好喉 也没有人敢管我 对不起 我来忘了 你他妈的是谁 还不给老子滚 啊 滚手 啊啊 啊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背在哪 要是敢过来 我往上把他手指鸟断 好帅 你是谁 为何我从未见过你 一品 怎么可能 赵家怎么会贫困 又多出个一品 王掌柜 我可提醒你 他是黄政 是赵家的功臣 不用你今天上了他 夫人跟小姐不会放我 一品的事 二品关个屁事 我一边去 真是一品 我听说 红色忍的配方被攻破了 真是你错的 正是你爷爷我 给你个机会 现在给小姐磕三个抢头 再打自己一百个耳光 我就饶了你 夫人 这只手 别吓咬了 笑 他只能什么丫头 行 让我给他磕头 走 那这只手 别吓咬了 我的手 我的手 我跟你拼了 一人四肠 卧槽 这我叫这么多美女姐姐 幸福管家夫人 管家夫人 什么管家夫人 这是夫人的好 好友 你是赵家的家丁 雅典 极品 你没有骆傻 极品 啥 极品 啥 极品 你就是新上任的一品家丁 王二狗 没错 是我 不愧是极品家丁 简直就是极品 燃料的温度有问题 需要你去指点一下工人 跟我走一趟吧 哎 好 这次出门辛苦了 但是咱们都是赵家人 就先别内斗了 是 欺人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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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戏啊 我记得这个王二狗 一个月前还是个三品家丁 竟然凭个染料配方 就把尾巴撬到天上去了 竟然敢骑在我的头上拉屎 可不是吗 整天药物养味的 都不让自己姓氏 我在赵家混了这么多年 才坐到这个位置 现在被一个新人家长 欺人无法忍受 华尚贵 咱没办法伤医药成这样 这小子确实解救了 赵家的燃眉之急 而且 现在还登上了上兵之作 咱可得罪不起他 他能受到如此重视 不就是因为那品配方吗 对 因为那配方 他啥也不是 如果没有那配方呢 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嘛 那布匹都卖出去了好几匹 善人 自有妙计 怎么不继续看了 我 我没看什么呀 一个能拿出黄色染料的嘉宾 背景却干干净净 不可思议 你能告诉我 你的配方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各位回报 我可以满足你的一个愿望 这更顶不住啊 那我怎么告诉他 难不成 告诉他我是穿越来的 配方也是我以前偶然在网上查的吗 好吧 那我告诉你 我是一次偶然巧配周登 是吧 我也觉得太巧了 染症这种事情 工序数十步 一字偶然 就能偶然出最好的极品配色 看来你是不打算说实话了 我 我已经说实话了 看来管家夫人 是不想有情沉默了 激将法对我可没用 翠姨 染风不治了 走去看看 把这里所有东西都查发 是 住手 崔管家 你要做本关系法吗 敢问大人 您指的是什么法 天蝎石 我刘 白 周 三大家总黄色燃料的配方 不深陷露 这过了几日 你赵家 就有了黄色燃料配方 哎呀这显然 配方 被你赵家给偷的 用偷窃之物 燃之贩买 那那周大人 不该管 我擦 偷窃 这太不要脸了吧 笑话 明明是你三家 眼后我赵家也做出了黄色燃光 随便找个理由 就想关我赵家燃光 是不是太可笑了些 还有你 周献利 你周家也是三大家族之一 没想到你也参与此事 说句不好听的 你一个小小的七层献利 若出现什么差池 恐怕连头上的乌纱帽也不薄 不愧是鸡屁啊 竟然能轻松控制住场面 果然 赵家的女儿多种小气 必须都起来做老婆 本官奉勉执法 有什么好怕的 若拿不出证据 就离开我赵家私地 证据 证据 我有 黄长官 你疯了吗 你可是赵家的一品家定 怎么能 走不离于赵家的证 你这话说的 我虽然是赵家的掌柜 可我一是收法民众啊 遇到不法之事 我难道还不能出来作证 难道还要助纸文业吗 黄家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怎么 大小姐还要威胁我吗 你 今日本官在此 谁也别想威胁谁 这黄长官可真是生命大义啊 你说你们赵家的掌柜 要是出来作证的话 你们就没法抵赖了 赵家 我曾听赵家管家与大乡商议 命令我二狗偷染料配方 事成之后 给他诸多好处 并提升为一品家定 赵家染房 本来就极其可为 燃料配方 又是极其复杂之事 怎么可能是一个刷马桶 扫地的家定 能够做出来的 看来 这几人勾得上 既然赵家自己人都能出来作证 那此事定然无差 来人 把这里所有黄色染料 全部封起来 是 另外 韩爬赵家 所有贩卖黄色染料的利润所得 把这个参与都市的人给我拿下 跟手 还要左 早在数日前 我就已经解雇 赵家嘉宾黄甲 并以上报布正式 所以 一个赵家外人的话 没有什么可信 想凭借一个外人的话 就关我赵家染房 做梦 你竟然 竟然 竟然早就把我解聘了 石屹 你回来了 你这次静静面胜都还顺利吗 姐姐见见弟弟而已 有什么顺不顺利的 你干什么 在这里 要是被人看到了怎么办 怎么 这么久不见我 不想我 你的眼神在闪躲 难道是 心里有了别人 没有 你别乱说 居然是男人 没有 没有男人 你莫不要错怪你了 最好是错怪你了 对了 听说 这次黄色染料的事情被攻克 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 那三品家丁 竟然就这样做出了黄色的布品 一个三品家丁 居然有这种本事 我也不相信 可这是事实 真相什么的倒无所谓 这次我们有了配方 其他刘州白三家 定然不会做事 一定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那我们该怎么做 清理赵家内 把可能出现问题的人 和可能与王二狗出现 另一冲突的人 都去 一个三品家丁 晋升为一品 一定会有很多人不高兴 我造假工作这么多年 你居然轻易的 就把我解雇了 不不不不 不解雇你这个白眼狼 留着吃准了 我 我也可以做这 还有你 刘健 你也被解雇了 这 我 难道你们还有第三手准备吗 拿出来看看 帅 不愧是赵家的管家 一品家丁 虽是外星 但却与主子同等别人 今日一见 果然气场是 不过虽然没有证据证明 你赵家黄色配方是偷的 但我们三家配方泄露 是事实 并且已经立案 按照大梁的律法 此类案件 相关存疑的东西 最高可封锁三个月 期间不得再次经营 你们赵家人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 你们黄色染房的出处 仗且存疑 请暂停经营 过分了 替我们染房现在的情况 不然我们贩卖黄布 我们如何支撑得下去 那跟我没关系啊 本官所做之事 对这奉大梁律法 万天无愧 来人 把这里所有黄色染缸 以黄色布匹全部封起来 日后赵家 在市面上所受的黄布利润所得 全部充功复礼 今天这心里面的石头 总算是落下的 感谢白姑娘和周大人 来 咱们喝一个 走 来来来 来 花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她们两个为什么还在这里 这件事情呢 她们两个都帮了一点忙 所以啊 我对她有功之然 都是善待的 刘少爷 真是生命大义啊 这要是乱起背后呢 我跟刘公子 看这眼方表情呢 他能背叛前主 就能背叛后主 不忠之人 永远都会不定 来人 在 把她两人扔出去 过河猜桥 你们这些都玩人的家伙 刘公子 我 我们亲家呀刘公子 你 白姑娘 我还是不在 那咱们喝一杯 这次不乐庆祝控制赵家皇墓的事情 我还想邀请两位做一堂当 什么买门 我有办法得到紫色配方 不过有点贵 需要白银 三百万 我一个人实在是有心无力 所以想邀请二位 一起拿下 紫色配方只有琉璃国有 我们大梁全国的紫色布皮 都是从琉璃国引 你是怎么得到 我已经布局了很久 我安排的人 已经进入了 游历国关系 我心 过点数年才拿到 现在 只要吃巨资 将这批人全部捞 我们 便会有了紫色配方 紫色配方我大梁全国的 若能得到 那相当于我们三家 拿到了全国紫色黄固的 市场份额呀 所以说三百万两无疑是天价 但值得一波呀 可三百万两 实在太多了 哪怕分成三份 我白家 恐怕也有些无能无力 但 我也想吃 可是 我那些人 有一百多人 他们都恰巧有知其细致 他们流落在琉璃国很适合 所以 只有将他们全部招 我们 才能有完整的 色配方 那就只能 再拉进来一个大 江南王村子 当今必须其地 妙 这个声音 王爷 一定相当满意 吃吃吃 都什么时候了 才吃 大小姐 好歹是咱们赵家的掌柜 我这个不知道怎么了 狗屁掌柜 你的配方已经没有了 你这家 叫为三倍栽兵 滚去下巴头 雨萱 林导 石云 你觉得我们如何是好 染防要停工三个月 我们赵家 就有危险了 中正这个狗怪 欺人太神 可我又能如何 他们拿出法案来压我们 我无法选择 难道对付这样的小角色 都要动得自己成分吗 可如此 我又跟那些乱用之学的家伙有什么区别 可是你呢 不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行 那你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赵家 就这么散了吧 若如此 我也别问他了 你好狠的心 不是我狠心 因为我这么多年 你应该理解我 我不理解 给你这么多年的感情 求你保证我们赵家 还不行了 王 现在这个情况 翠姨也没有别的办法 你就不要再和他吵架了 傻孩子 你催瘾 可是长公主 大量先帝的大女儿 当今皇帝的亲大姐 她又想帮我赵家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可她就是顾及者 顾及难 好吧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 那大家 都等着这个家散吧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可是 妹妹年纪还小 她还在国子街上去 只要让她知道了 可怎么办呀 她迟早会知道 罢了罢了 我去帮吧 大小姐 夫人 没有帮 我二口 就有办法 夫人大小姐莫方 我二口 就有办法 胡说八道 你能有什么办法 这些黄色染料的配方 还是你 比起好之下才得来的 现在黄色布匹 已经不让再贩卖了 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怎么办 看在你曾经 为赵家付出的份上 去库房 学些银两 带着小蝶 一起走吧 带上小蝶 什么意思 难道这家伙把小蝶给 这大梁国呀 紫色 是最高贵的颜色 竟然咱们黄色卖不了了 而我又恰好 把紫色也系列不足够 我作为咱们赵家的一品家丁 怎么看着咱们赵家 这么完蛋呢 你说什么 这地上的丝毫不输给 琉璃国的紫色 会不会 是他在外面采买来 专门糊弄我们的 你摸摸 这布的手感 是咱们赵家的通货 布上的颜色 也是这几天 刚刚预染上去的 琉璃国据我们千里 要运送货物到大梁 绝不是这种手感 他说的 是真的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这几品好猛啊 看来真的 一个小小的三品家丁 如此年轻 但却数次拿出惊人 但却只想当个家丁就信你 太扰了我 说 你来赵家的目的是什么 我他妈的能有什么目的啊 当然是因为赵家美女多啊 让我当个屁的家丁啊 西平姐姐 他冷静 冷静 冷静 我耐心有限 崔世音你干什么 赶紧把剑放下 思维 闪开 这个小子一定重重 我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 就算他再有疑点 也屡次助我赵家 连如此珍贵的紫色配方 也毫不灵犀 像某些人 瞻前骨后 把我们赵家的人的生死 都不放在心里 夫人 就啊 管家他就杀我 我 不是这样的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刘子薇 你就是这样想我的 对 我就是这样想你的 这么多年感情 现在云南 我以为你会出手相助 是你碍于自己的脸面 我 我对你太失望了 收回你刚刚的话 我凭什么 我要杀了他 杀他一切 先杀我 娘 崔姨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不要再胡闹了 当真要为了一个家爹 跟我闹到如此地固 是逼我的 这两人的关系 咋敢就不是姐妹那么简单了 何必热茶眼睛 谢谢夫人救我小明 要不然 今儿小明都会交代出去 你也不要太狠催管家了 毕竟 他也是为了这个赵家着想 毕竟你拿出来的东西 是多么的精神害索 一个染料配方而已 就足以精神害索 还有其他更现代的东西呢 可是 我还是很怕他 你也要理解我吗 这个赵家 就我们几个女人撑着 你这么一个神秘的人进来 而且还是男人 你让我们怎么不防着你 二哥完全理解 对如今这个满是女人的赵家来说 一个即将崛起的男人 一定会引起赵家女人们的害怕 这有可能导致赵家改朝换代 恐怕 我 你以后 没有脸面去见赵家老爷了 看来 你什么都懂 我玩狗 对什么权利 家族产业 我都不感兴趣 我只要不认你 这么久了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我 我恐怕不能答应你 是因为崔管家吗 你 男人是羊 女人是阴 阴阳相辅相成 这是天地之间 昼而复始的大道 而阴阳烟脑 只会引得天神共愤 而赵家招此劫难 应该是冥冥之中的 一些某些联系 可 夫人 上次的奖赏可不算 这次我又立了功 你打算 怎么奖赏我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总得跟脑枪在拔营 我现在说到的惊吓 先冷静我静 我都依你 你必须发誓 你不能碰我两个女儿 我保证不就行了吗 发什么誓啊 不会行 不行 你必须发誓 不然 你就走吧 即使赵家破败 我也不会让如此荒唐的事情发生 我都依你 我都依你 你必须发誓 你不能碰我两个女儿 她们在说什么 妈 妈 你怎么也不少啊 我的心里的小舅舅被看得透透的 咋办 会有他肯定不行 难道要放钱 先饱餐一顿 还是放长线钓大鱼 天啊 好难选 看来 你是不愿意发誓 那就收起你内心过头的想法 紫色配方的事情 你试给试留 都随你 不就是发个誓嘛 判个球 我才不信真有那么邪门 谁说我不敢发誓了 我二狗对天发誓 我绝不 娘 二狗 你们在做什么 哦 我 你 二狗 在这儿做什么 我来 找分 随便聊聊 随便 聊聊 你们真当我是傻子不成 玩犊子了 我这啥都被听到了 这大小姐可不是傻子啊 看来 我的美梦要泡汤了 我该怎么给雨萱解释 要是试运知道了 又会 你们刚刚 是在讨论紫色燃料的事情了 关上门 也是因为我们赵家 之前出了那一尊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对对对 大小姐真是个大聪明 我们刚才 就是在说 紫色染料 是啊 毕竟紫色染料 是如此的稀罕 我们也需要 从长计议 话又说回来 这紫色染料一出 必定会引起宣扬大波 届时 白州流三大家族 一定会掩护 还有可能引起朝廷的重视 此话怎讲 一个连朝廷都没有的 紫色染料配方 现在在咱们手上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过段时间应该会被纳购 届时朝廷会给咱们一笔钱 买一段咱们的配方 朝廷这不是明抢 那没办法 只有朝廷来做 才能更好的保护配方 届时 为朝廷增加收入 也算是 立于大众 那也是抢 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 当然那没办法 我们赵家想要一笔主 那就不能与朝廷做斗争 这是第一步 其次 咱们可以用这个配方 把朝廷搞好关系 说不准啊 身上得给你留心 说不定 给咱们赵家 赏个一冠半决 加强咱们赵家的荷兰县地 正所谓 强龙南亚地投蛇 咱们赵家得先在荷兰县做拿做枪 然后 方当紧身外拓 方为明智上学 可信 我只是一个小家定 大事没有什么做主权 请客二位了 雨萱 我觉得二狗说得在里 你觉得吗 二狗说得没错 以我们赵家的实力 的确守不住紫色配方 但不如交给朝廷 以还取赵家 在地位上的提示 这远比金钱 来得实际 对 如此 我们就兵分两路 我去京城 献紫色配方 一来一回 少则一跃 你和二狗 多多做一些紫色布匹贩卖 给赵家 积累一些资金 可这些年 大事不都是崔姨替您在外奔波吗 您竟然要亲自去京城 崔姨 恐怕还在生我的气 罢了 这些事情 我也不想麻烦她 有些事情 还是我自己亲自去做 事不宜事 我现在就出发 对了女儿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离二狗远一些 毕竟她 没个正经 像这样的男人在外 是很吸引女孩子喜欢的 你看小蝶 她就找不到 你也得放着她 娘 我赵雨萱的眼光可没那么差 一个下流披子的家丁 她配吗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放心了 娘 你还记得父亲临终之前 您对她的承诺吗 此曲忠息不复谈 三尺穷瑶 未君死 雨萱 你不要说了 我就要说 娘 我希望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 想一想 是 你好 从小到大 你没有动过我一下 你现在居然打我 你是疯了不成 有没有想过 我也是一个女人 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 这么大的招架 都要我一个人撑着 你姐妹忍了 我含心如苦养大 你有想过我多辛苦吗 你现在长大了 翅膀也硬了 既然对你这个娘 也直去点点了 你简直就是放肆 不肖 该打 罢了 我也累了 等安顿好紫色配方的时间 赵家度过危难 我就将赵家家主职位 传于你 我也要在自己 所生不多的文化里 我想做我想做我想做 在这儿 哎呀 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啊 哪里怪了 在可爱 有嘴话是 啊 见鬼管家夫人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找王国长官有事 你先出去吧 是 别走 好 过来 坐 这么怕我 没有 你是我上司 应该对您尊敬点 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我他妈要是知道你这么猛 我也不敢惹 我一直都这样 接着 我 我操这么沉 这是特级的桃花尿 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赏给你喝 真的好香 谢谢几瓶大大 再留着喝 我赏你喝 你就得喝 现在 立刻 要喝 废什么话 让你喝你就喝 妈的欺人太善 不会给我下图吧 快点 好嘞 啊 这球太辣了 喝住得像火一样 那是当然 这个叫烧刀子 又称三杯倒 怪不得 不过 味道却不错了 继续喝 继续喝 继续 继续 不扔了再喝 喝不了了 你今天要是不喝完 我就淹了你 不够喝 不够喝 完全不够喝 拿酒 我还有料 酒已经喝完了 聊聊吧 我要喝酒 好 你告诉我 你来赵家的目的 我就给你酒喝 我来赵家哪有什么目的 我都是想混合等 那你告诉我 黄色配装和紫色配方是从哪里来的 嗯 嗯 是爱抖音学的 什么 抖音 那是何物 抖音 你连抖音你都不知道 手机下载 手机 下载 难道这个名叫抖音之物 是从 手 机的物种上面 下载 拔下来的吗 莫非这手机的羽毛 名为抖音 而羽毛的颜色是黄紫相间的 它两个染料配方的灵感 就是来自这手机的羽毛 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跟刘紫薇 睡了呗 睡了呗 睡个闭 我倒是想 我是波兰县出了名的玉女 哪那么容易睡啊 管家 我什么都表达 能给我什么奖励 你都喝成这个样子了 还想要什么奖励 我就算给你 你也要不了啊 我现在状态极好 什么叫你 我都记得住啊 你个色胆包天的家丁 居然还敢打我的主意 我是家丁 你也是家丁 我们 天生一转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混蛋 大叔 二哥你没事吧 还好我 我 你让那个女管家好像 都比性难道了 你干嘛 告诉老青夏 又小的心灵 继续你的安慰 可管家夫人还在你房间里面 好 还记得 真恶心 臭男人 你现在长大了 翅膀也硬了 竟然对你这个娘也直去点点了 你简直就是放肆 不孝 该打 看来 是我太自私了 爹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 是我太古板了 应该去支持娘 寻找自己的幸福 可是 若是二狗当了我的祭福 那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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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干什么呢 那么激动 谁让你像鬼一样突然出现在我身后的 活该 不是姑奶奶你看什么呀 看什么入民 这都快糊锅了 你不知道吗 我这真正三个通宵啊 咱们现在赶时间 你不知道吗 这三个已经都是钱了 我 对不起 道歉有用道歉 有点承诺啊 那我帮你就这个吗 帮 必须得帮 谁让咱们这个配方这么珍贵 只有咱们几个人才能知道 如果你也不帮我的话 只能我自己弄 总问他那边 我真的那意思 本年我别人帮他 我都说了都帮你 你还比我 不敢惹不敢惹 就是大东西 就是不能说 你还比我 不敢惹不敢惹 就是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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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柴房干什么了 甚至怎么那么搭兮兮 捉 捉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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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老鼠自然有猫去捉 你去凑什么热闹 我喜欢这种老鼠 有病啊 终于完成了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开始连夜的染痣 三天之后 在赫兰县 以及赫兰县周边的 十几个县城开始兜售 在纳入观营之前 我就赚上他一笔 可就算这次赚了钱 观营之后 我们赵家便不再做生意了吗 做 为什么不做啊 可如今世道艰难 你知道一门赚钱的航道 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 才能累积下来吗 所以我说你目光短浅 没有商业堂堂 别生气啊 说我都是事实的 在这个时代 想考一门赚钱的生意 何其简单 好 那你说 若我赵家不再做染痣生意 我们还能做什么 不说其他的 买什么 买你刚看的一种 这种书一般不会写出名啊 所以 我们可以随便买 我刚才什么都没看 装啥装啊 人之常情罢了 车车眼眼干什么呢 可这种书 作然是我不了解 也已经过时了 而且 这中间是上不到台面的东西 我啊 可以自己编 这里面记载的故事 对于大梁来说 绝对是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如果咱们把它批量打印出来 绝对成为报告 你竟然还会写书 还好小钟看了十几遍 小的时候听老爷爷讲过很多遍 我就记下来了 那也算是记忆力超群了 没想到 你还挺厉害的 试镜试镜 我一时都很厉害 夸你两句 尾巴都要翘起来 怎么了 怎么了 眼睛 你软料了 完了 月夜很伤眼睛的 要是不赶紧弄出来 眼睛会毁了的 快让我看看 还是疼 快 我帮你吹吹吹吹吹就好了 别闹了 你为什么生气啊吹吹就能好 哎 你相信我 以前我被烫到 我娘都是这样帮我吹的 快 我给你我给你吹一下 怎么样好点了吗 你冷静点 我说什么了我 麻烦 太不爱也是一种罪过 做人可以疯了 但不能吓了 难受我 怎么 刚刚被本小姐的盛世美颜 迷住了 别给这点贴紧 贴什么紧 你一个小小家丁 还喜要面子 刚才你那个主要 真应该给你画下 好了好了 抓紧出货 明天 还要给白刘舟三家 惊喜 他们那么欺负 我们也该去 公子 公子 怎么样 刘立国那帮人 捞回来了吗 公子 我 我们被骗哪 什么 当初卧底去的那帮人 现在都在刘立国安家了 这次他们跟着刘立国的淘体 何去活来骗我们的钱呢 怎么可能 刘公子 坐 刘公姐 这都过去快粤鱼 可有最新进展吗 我们砸进去那么多钱 不能老让我们等消息吧 班姑娘 周县凌 你没听我说 这次我们很可能 被骗了 什么 我们的钱打了水漂 紫色配方 没有 刘文君我告诉你 我们三家钱被骗是小 这次生育 王爷可是若故 你若交不出配方 后果如何 你自己清楚 现在就算杀了我 我也拿不出紫色配方啊 那你就等着被杀吧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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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 赵家 赵家怎么了 赵家现在大肆地贩卖紫色布品 河南县已经周朝十几个县城都被抢疯了 我没听错吧 紫色 真的是紫色 而且品质比刘迪国的都要好 那么库存刘迪国的紫色布品 现在完全是卖不动了 嗯 紫色被赵家攻克了 怎么可能 紫色有多难 大家不是不知道啊 怎么可能短短一个月 就被赵家攻克了 而且 我也没办法顾及充实啊 毕竟咱们三家也没有紫色配方啊 虽然不可思议 但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必然不假 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 我们答应给王爷紫色配方 这不就有了吗 你是说 我们花了大价钱 半路 被赵家给劫了吧 我们随口一说 就要拿人家紫色配方 贺兰县的百姓可不是傻子 到时候我们会被口水淹死的 而且赵家的管家崔诗运 似乎在京城有些关系 我们还是得掂量掂量吧 怕是 这崔诗运在京城有关系 难道还能大得过王爷呢 在这天底下 除了陛下和长公 恐怕没几个人 能压到了王爷一口子 言之有理啊 只要王爷一出马 这紫色配方 岂不是手道擒来 就算他赵家 炎制出紫色配方又如何 不过是徒增价衣吧 是啊 不过这赵家 接连研制出黄纸两种颜色 实属于不容易所思啊 听说好像还是那个三品嘉宾 王二狗给弄出来的 可能只是个幌子吧 未必是个幌子 若他天是个人才 到处让王爷 好好拉拢 如果拉拢不来 就会治了 如此看来 这件事情 有客举之法了 白姑娘不必答谢 紫色配方 我们一起回 如此这般 我白家 打算退出 我白家 打算退出 白姑娘 现在有王爷出马 这紫色配方 多少可能呀 你为何退出 是啊 怎么现在已经到了这份上 咱们三家一直是 有钱一起赚的呀 但我突然对这笔生意不感兴趣 所以 我能退出吗 可是 按照约定 如果中途退出 可是要扣一半的本金 来作为违约金呢 大姑娘 这笔生意肯定赚钱 你 你何必蒙受这么大损失呢 一半违约金吗 可以结束 看来 贺兰仙应该是待不下去了 不好意思啊 赵家紫色不平 已经全部漫完 感谢大家支持 各位小回吧 一千两 一千两 快让我也送了 等一下 晚上跑慢了 我 我今天在银河 都五十一万的啊 这么多 我从来没有掌过这么多钱 二狗子你就自立大功了 看来你们挺高兴的 哈哈 你们来做事 确实来买布的 抱歉 已经卖完了 若是来找茬的 我赵雨萱奉陪到底 赵大小姐 不要生气嘛 我们此次来呢 是为了和你们谈生意 嘿嘿 我跟你们 有什么好谈的 我需要你们的紫色配方 把你赵家的紫色配方 交出来 由我和周家来运营 这样你们赵家 可以得四分之一的利益 且不承担 一点的承担 笑话 紫色配方 我赵家一家独大 为何要与你们同坐 别以为我们是在占你们评议 紫色配方 你们赵家守不住 守得住守不住 不是你说了算 既然你们如此不识好歹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把他们全部拿下 周震 你好大的胆子 你别以为你是县令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这不是我的意思 而是上面的意思 本官只是奉命行事 上面 是谁 顾正司吗 顾正司好像也没有什么无法无天 不用猜了 猜到也没用 紫色配方啊 必须是那位大人的私物 咱们捉拿回院严家审讯 二狗 怎么办 别着急 看看 是谁了 你们在做什么 周震 敬个动罩 本官是奉上面的意思吧 我说不敢 真带你的狗眼看看 这个是什么 圣识啊 是 见到圣者 还不跪下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赫兰县赵家 献紫色染芳有功 特授赫兰县子爵爵位 世袭网替 赏黄金万点 亲子 子爵 赵家竟然把紫色配方献到朝顶去 难道他们咋对省会有今日 赵家乃本献 子爵是家 岂是你一个县令就敢动的 今日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必成圣上 告欲状 跟我没关系啊 你们怎么说话呀 我 我 赵家现在有了爵位 我们恐怕动不了他 哟 赫兰县竟多了一位子爵 把本王肯定能过来打凶招 王爷 你总算来了 下官今日就是奉王爷之兵行事的 王爷 你此番座位 是何目的 你说 王爵 是比子爵大 大机械 没什么 就是想让你们把紫色配方交给我 不好意思 我已上驻朝廷 将紫色配方纳入管人范畴 难道王爷 您要跟朝廷抢吗 大胆 大胆 这紫色配方 分明是本王 从琉璃国探材而来 大家 冒凉本王的功劳 一派无言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如若王爷您有意义 你 我们可以一起到狱前 进行面圣 让陛下定夺 好 那就一起到狱前 让陛下定夺 不过 是本王亲自压了 我赵家乃先进子爵 谁敢敢做 这是本王的命 若有任何大事 狗王爷一定承担 我上 胆敢拒捕 我看你们是想造反不成 二狗 现在怎么办 你不是鬼点子最多了吗 我之前恰致算过 咱们这场前 他会有个破局之人 但他为什么还没出现啊 现在这种情况 还有什么破局之人 没想到堂堂王爷 也会卷入这场 利益纷争之中 都怪你的紫色配方 实在太过精神害索 这也都怪我啊 崔世华 你到底什么目的 若你们没有上去 咱们还能好好做生意 现在你们上去 你知道本王的损失有多大吗 陛下赏赐的万两黄金 我悉数给你 不要伤害我赵家人 万两黄金够赐 本王可是损失了足足一把 六断的白银 连本带命 若你们赵家 能拿出两百万两 这件事情 赵王就算了 两百万两 这让我们赵家怎么拿得出 王爷 你当真要将损失强家 在我们赵家头上吗 你当真无法无天了吗 天 在南方 我就是天 江南王好大的口气 崔管家 你来做甚呢 你不是离开赵家了吗 我若是不来 还不知道某人这么威风 没看到王爷在这吗 赶紧滚撒 否则 连你一起抓了 大家小心 这个女人 怕武功极其高强 陈弟参见大姐 道歉 王爷 王爷 他就是赵家一个家庭而已 王爷 这是不是看错了 放肆 此来陛下和本王的亲大姐 当今的藏公主殿下 还不快参见 再见藏公主殿下 难道 他就是传说中那个 替弟执政十二年 然后自己锤帘廷整八年的那个 大梁国长公主 他怎么会怎么赵家 我 我也不知道翠姨 他还有这这种身份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哼 那你还给我好好的教训教训 你的好弟弟 给我跪下 啊 大姐 这么多人了 咱 成的 哼 虽然你是长公主 但王爷没有必要贵你 如此作为 太过分了 亲大姐息怒 先帝曾钦点长公主 监国之权 别说是王爷了 就算是当今陛下 也不敢对长公主不敬 啊 我把你放在江南 是为了让你造福一方百姓 没想到你却勾结官商 做出这种土匪行的 真是太饶失望 是 成绩错了 我都是被他们蒙蔽的 他们骗我说 这里有紫色染料的声音 我就把王府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结果全打了水漂 打了水漂 你就想从别人身上捞到损失吗 是 成绩错了 滚灰你的肤屏 禁足三年 若敢提前出户 你是个江南王就别做了 是大姐 这才是半猪去虎的大佬啊 周震 你作为县力 却勾结商骨 滥用职权 若不想连累家人 就取下乌鲨 去江南布镇寺自首吧 是 至于你 竟敢对我不敬 掌嘴 你要是再敢这么敷衍我 我就把你的两只手砍下来 是 是 是 都给我滚 是 是 是 谢谢你啊 你我之间 无需如此 这是我应该走的 我们赵家 需要你 如果你愿意 赵家极品家庭的位置 还留给你 恐怕 我要离开荷兰江 所以 您 要去哪儿啊 近来 大梁朝局动荡 大臣们拥权自重 皇帝有些无力 我得回京 替他树里抄杠 好吧 在国家的事情上面 我们赵府啊 还是微不足道的 你又说这种话 我没有说气话 这些年 由你陪伴 我真的很满足 你也很开心 我 深深地知道 我不能再脱离你 谢谢你严谨 我让我管一下 有点事啊 什么什么事 这叫姐妹情深 你一个大男人 懂什么 确实想念情深 姐妹情深 超级凶险 你要注意安全 我已脱镇多年 现在身边无一个可信之日 此次 定然凶险了 雨萱的武艺 是你教的 你最了解了 二狗 虽然手无腹肌之力 但是它 头脑最为灵活 此二人 你待在身边 定有所用处 靠 我手无腹肌之力 葛川以前 好歹是干了十七年的特种兵吧 只是厌短的那种伤害而已 如果 如此躺平的情况下 都能看出我聪明 这倒也是会眼识珠 可如此 你怎么办 我又没那么老 再说了 我们赵福啊 现在也有爵位了 只要不离开这里 那不就是高枕无忧吗 我在这里啊 等着你妈回来 好 等我 雨萱 你可愿意跟我一起去 我愿意 你呢 我不愿意啊 作为一个男人 不应该有远大的包袱吗 京城更有你施展裙脚的机会了 我没什么远大的包袱 我只想继续留在贺兰县 拿持赵家的生意 然后赵福夫人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行长天下拳倒是没幸福 最国美人戏 才是生活 随便你吧 不行 你必须去 凭啥 为啥要去 我就不去 行 你不去也可以 啊 谢谢大佑姐理解 你不去 我就在临走之前 把你淹发 走 行行行 我去 但是 你怎么让小杰陪我去啊 小杰文不行 我不会 我还是留下来照顾夫人吧 连你也要抛弃我吗 你又不是不回来了 那就这么决定了 明天一早抒发 咱们早日斩断闲时 回归 回 好 好 妈的 老子在这过几天亲眼日子不好吗 非得逼老子出去混 要是山人上什么潮纲问题 动不动就生死仙儿徘徊 妈的 哎谁谁 老子不干了 就是可惜 赵家那么多美女了 说老师东你打算去哪儿啊 只是天气太过严重了 我准备出去透透气 透透气 要穿这么多地方 不装了我看牌了 我要换给你 换什么京城 我不去 不想去 你说 我要是告诉雨萱我想去了 她会不会真的严了你 你说 雨萱 冷静 那女人是你的徒弟 她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 那你还跑不跑啊 不跑了 算你实现 你怎么回 他这么晚着你干什么 我们轻轻拜拜 亲不亲白的 你们下来听听就是的 我 我 我看灯还点着就进来了 这么晚了还不睡 是月明天进京失眠了吗 啊啊啊啊不然我去确实睡不着 这么晚了 夫人来找我干什么呀 我来 是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我 心里话 我是想说 我们 恐怕不合适 别说了 再说我就要被砍死了 夫人 您说什么呢 我只是一个小家庭 我怎么敢打负着您的主意 你胆子大得很 我不是不知道 我我我 好呢 我是想告诉你 我一直啊 把你当醒辈看的 以后呢 你也把我当 长辈看 我的意思 你明白了吗 明白 这傻子 非要明说以后 视线多放在雨萱身上 年轻人啊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一时冲动 倒是胡思乱想 哦 哈哈哈哈 时候不早了 那我也先走了 好累 夫人 文 在吗 自来啦 是雨萱 不能让她看到 不然就解释不清楚了 躲起来 哎哎 果然 你也跟我一样 我这 正准备要睡啊 没想到你就来了 正要睡 你看你 穿搭的这么整齐 骗神 我就是想找你聊聊 怎么 不行啊 行倒是行 就是 这半夜三更的孤男寡女 不太好事 有什么不好啊 怎么 你怕我呀 是我怕你 你还惦记着白天的事呢 我又不会真的淹了你 我就是下午 那为啥非要让我去京城啊 我待在赵家不好吗 现在赵家一个男人都没有 能行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要留下来 就是 就怎么了 就是要对我母亲下手 哈小姐 您在说什么国际玩笑啊 虽然夫人她依旧冒昧如花 但是我们之间插着辈分呢 我们根本不肯 用你的话说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心里有点小论 我可清楚得很 我不是反对我母亲找男人 或者是要再找个继父 但至少 至少不能是你 靠 你要这么说 那我非当你继父不可了 王二哥 你混蛋 你是不是又宰了你 你杀了 反正我也不想活 有时候你就杀了我 妈的老子天天活这几个类 二哥 我们都这么熟了 你要是做我的继父 那不就乱了套了吗 那我们见面 多尴尬呀 不尴尬 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冒昧如花女儿 才连给我百八十万我懂得 你混蛋 二哥 是小姐吗 还挺生意识的 你给我罚我 我才吵你 你解释不清楚 我走起来的 别 我进来了 我不行 我真的要藏起来 你记不得 害怕 我刚刚说话 你怎么没应我 我我我我应了 可能房间肯定抬了 怎么了 怎么还哭了呀 你明天就要走了 是啊 我也不愿意 可这些都是夫人的决定 不得不起 这么一来 我就好久都见不到你了 早点替长公主处理完朝纲 早点回来 怎么 还生过气呢 我生你的气 是因为你明天就要走了 这么晚都 都什么 都不知道来找我 我看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说得天花乱坠的 都是用来旷骗我的 一旦得到 就不在乎 我也想啊 关键我没空了 我其实上打算找你呢 想你想的睡不着 有嘴滑舌 我发誓 好了好了 那我原谅你了 真不是 哥亲一口 嗯 你明天一大早还要赶路 时间不早了 不如我们 歇息了吧 歇歇歇 歇歇 小蝶 这真的是不行啊 要不去去去你那 我在东相逢 有些距离 一来一回 都浪费时间 在你这里不行吗 行就是 有点不方便 不方便 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 我看你这里藏女人了吧 啊 敢不相信我 看我怎么好好惩罚 那我也好好惩罚惩罚你 你要怎么惩罚 你要怎么惩罚 这么刺激 怎么你怕了 打个屁 你要站 我别站 你 这怎么回事啊 作为没事好啊 你这条阴幕 还不都是你害的 我也是生日有钱 别人发现了 多尴尬了 不许再说了 是是是是 回去吧 不用送了 雨萱 你到了京城啊 去看看你妹妹 这逆子 在国子健啊 读书也有一年了 肯定啊是也惯了 你好好啊 去教导教导她 放心吧 母亲 你们 一路算风哈 凭什么都是我拎包 你们就不能替我分担一点 谁要你是个男人 难不成 让我们两个女人拎包不成 真是没中 先别抱怨了 前面就是金娇 加快点脚程 入夜前应该能到 你们的水衣 你怎么会被人拎我 你怎么会被人拎我 不好走 还没进进去去就算这种事 他们不去了 大 大哥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了 我有钱 我给你们吃 你们好大的胆子 可知道我是谁 当然知道 大梁国赫赫有名的长公主殿家 你明知道我是谁还敢跟我动手 可知道此番是杀头灭酒族之罪 不好意思 我们就是冲着您来的 既然选择了动手 我们早已将生死不知度外 我选择了一条这么偏僻的小路 还是遇到了你们 可见回京城的每条道都入了府 和常文都一样 您果然聪明节点 不过可惜了 就凭你们几个人恐怕成不了事 太小条人了吧 若是再来百八十个 我或许还会头疼 但是就凭你找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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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说 谁派你来的 你休想让我说出我的清楚 原来在古代 却有扶摇自尽啊 这是 这是死事 他们一般在出任务前 会藏一个牙黄 等到被抓住时 死刑就禁 原来如此 差点让他得逞 你到底是何方神杀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 哥们 我剑多石果 你这些 算个屁呀 即便如此 我也不会告诉你们我金主 你们休想从我嘴里 套出一丝有用的信息 既然是死事 一定是训练有素 看来从他嘴里套不出来是 还是杀了 来 杀了我 等等 言行逼供我可以有一套 交给我 一定能让他全部都说出来 你向盛世辉 放进我裤裆里坐身 二狗这些啊 不清楚 但我相信他歪脑筋 我相信和又一套 听说过石灰的化学反应 什么化学反应 也对 你是个古代人 说 盛世辉的化学反应太高端了 你也知道了 什么古代人 什么太高端了 你在说什么狗屁话 哎 我说的是 盛世辉加水会发生什么 盛世辉遇到水 被浪漫废腾 你不傻吗 你想干什么 今天前准吃道菜 开始烫鸡毛 不傻我 是可杀不可辱 你快杀了我吧 说什么 我要把它趁机烫熟了 然后 我下来喂你一声 之后才有意思 什么 你还要喂给我吃 你混蛋 你千万分手 这简直就是恶魔啊 你娘的眼光果然没错 我这次要的就是一个恶魔 娘像二狗学着点 不达陆地 不随手的 啊 啊 啊 天 住手 住手 我错了 我求求你 大哥 我把我知道的 我全都告诉你 现在才说 完了 天 你快把证实回答出来吧 不然真熟了 行 那你告诉我 如果告诉我的答案 不满意的话 我怎么 专公主 干你了 这回该好好交代了吧 我们 我们是重金培养了死士 从小到大 除了血年 就是杀人 我没功夫听你讲故事 说重点 没有机会 和孤主 直接联系 咱们知道一个休息 孤主 必然有瓦满楼 有关系 还有其他的吗 哎呀 真没了 真没了 我把我知道的 全都告诉你们了 我求你们了 给我一个痛快吧 停 不用咱们亲自动手 一个出卖秘密的死士 下场有多惨 想想多自己 好 我到你 走 哎 哎 你站住 站住 你们不是答应要杀了我吗 这群恶魔 混蛋 堂堂掌公主服啊 就长这条样啊 你没看见有人暗算我吗 我这么大张旗鼓的道具 别让我住了 不是让人有机会 人家能在今朝 那么多条路上撞见你 就算你找了个 掩人耳目的地方 他们也会很快就找过来的 我管他找不找得到 能缓一时睡一时 李璇呢 走门看见的 被我安排出去做事了 啥事啊 有我什么事吗 当然有 什么事啊 把这房间给我打扫房间 有没有搞错 我亲里挑挑拼击击 你就是为了让我 给你打扫房间 对啊 你不是家丁吗 这不是你拿手活吗 成 您记着 快去吧 是 这么快就打扫完了 打扫完了 现在我要去睡觉 家丁干完火不睡觉做事 别睡了 都是正事是吧 什么事啊 你去参加会试 这样方便我给你安排个一官半职 方便去做房间 不是吧 我的姐姐 那可是会试 我一个家丁 殿堂级的考试 我行个屁啊 放心吧 我早都已经安排好了 去了你就睡觉 睡醒了你就交卷 就当玩吧 那还挺清楚的 这是你的名帖 去吧 赵家的那个扎厅 怎么可能 他不就是个家丁吗 怎么可能为了参加会试 会试合影身份极其严格 不肯定记得了 过 还进去了 难道是使用了不为人知的手段 难道是长公主 原来如此 果真是长公主使用手段 之前在赫兰县把我害得这么糟 这下终于被抓到爬柄了 小的时候一看书就困 这三天算是治好了我的十年了 大人 此人并是长公主以前门将的家丁 如今竟然可参加会时定着是交白卷的 即使不交白卷 那也是鬼话桃湖 我知道了 大将 大人这是可以啊 你从贺兰县带回来的财城 本官替你保管 把这个乱党拖下去 打入死牢 大人 大人 崔师运啊 崔师运 你说你事隔多年回来 还想掌权吗 见过她是大名 三公主是不是找过你 我 她是不是想安插棋子 想让你帮忙通过会试 我 操作科考 这个是我们大梁绝不能容忍的 你要想想你的家人 太师大人 息怒我 长公主殿下确实找过下官 是吗 她让你怎么做 长公主殿下 让我帮忙把一个世子的试卷 替换为大卢所作 以便他通过科考 不求名次 只求通过 果然想安插棋子 进入朝堂政坛 遇到这种情况 该怎么做 你知道吗 我身为大娘的臣子 即便是长公主殿下所托 我也应当拒绝 那世子的试卷 我绝不去动 她写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 我们严格发审 至于落往还是上堂 都与我们无关 对 写的什么就是什么 我听说此人原本是个家丁 崔时宇啊 崔时宇 看来你是真的没人可用了 我回来了 辛苦了 饿了吧 都快饿坏了 我也饿了 去做饭吧 不是 没搞错吧 我刚才工业员待了几天 你回来就让我做饭 怎么 你不做难道要我做 宇轩呢 怎么又没接到她 宇轩事情多 再说了 她要是在 你还得多做一个人 你要是敢让我做 我就往里面吐口水 你要是敢吐口水 我就把你舌头拔了 好好做 待会儿有客人的 吃饱了 吃 别饿了 这小子好生无礼 还爱气不吃不吃 不吃我到了 无礼 你可知道面前的这位是谁 我上哪知道 说出来吓死 我保险 当今大梁国君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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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名叩见陛下 我 我 谁 我谁 朕还是喜欢你刚刚放荡不羁 嚣张的影子 草民 难可在陛下面前放荡不羁啊 有嘴话说 大姐 您就找这样的人放了 怎么 不相信我的眼光 我是不相信自己的眼光 这些年我疏忽大爷一直放权 导致三宫内阁观光相互为成铁头 我一个皇帝 要像个外人一样 数次推秦新一正 最终都以失败而告成 实在没办法 才来求助大井云的 这怪谁 还不是怪你懒着 如果什么事都亲力亲为 怎么会成今天这个样子 冤枉大姐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总想着权衡制衡平衡 一切都想追求完美 我虽说是所谓的真龙天子 但可笑终究是个凡人 并不能什么事情都能做好的 还不是怪你不够狠心 可大姐 我从小您就教育我要善良 如今情况变了 谁知道是你登基作坊 所以我给你找了一把刀 这小子行吗 凡事不能只看表面 可这也太可诚了吧 就没有别的人选 要不要再换一个 你不相信我的眼光 好吧 那小弟就全养成大姐您了 这些就是所有的朝廷官员 派系结构 一定要记住 行啊 我这一个月反反复复复 都学这些 我现在做梦都是这些 朝廷官员派系的资料 没办法 朝局就是这么的复杂 一不错不不错 你记得越清楚 对你越有好处 自从来京城开始 我就后悔了 不争气 好了 今天就要放榜了 咱们一起去看看 你们不是都安排了吗 还去干干嘛 科举乃是大梁人生大事 很多世子寒窗十年 就为一招 这是你进入朝堂的第一步 启示不没关系的 所以 怎么了 为何表情变得如此严肃 这次的科举搞砸了 怎么回事 我找的那个人 反水了 反水 他并没有替你换成大儒的答卷 而是把你的试卷直接交上去了 直接交上去呢 交就交呗 你知道个屁 若是你交了白卷 那就是对科考的大不敬 是要被治罪的 雨萱说得没错 他们若是借此动你 我也没办法 交白卷 那倒没有 我答卷了 那更完了 你还不如交白卷呢 若是你在试卷上 夸夸其谈 大放厥词 或者鬼话逃福 言语粗鄙 误会不堪 那你的罪嫌就更加严重了 好 这么说确实有点危险啊 不是说只是走个过场吗 我就在考场上 放飞自我了 瞎写一通 把试卷写得满满当当的 没留一个口 事已至此 你只能离开京城了 我可以回去 求之不得啊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 宝尔岛 你故意打了 关我屁事 我在京城什么事都听你们吩咐 还谈什么故意的 还有你 长公主殿下 大梁可考多么审慎的事 再怎么有原因 也不能运用自己的地位去操作 由此结果 我反而觉得是好事 你 行 你说得对 你走吧 若你继续留在这里 你反而会被制估 到时候还会牵连到我 没用的东西 快滚 遵命 我这就麻不停地滚回赫兰县 继续当我一个小家丁 我不想看到你 滚 滚就滚 这来京城一个多月了 妞儿没泡 酒也没好 这多客要走了 想想都觉得遗憾 不行 还得进去耍一耍 弥补一下心中的遗憾 这种地方应该不缺小门 还好包裂地营养充足 是该好好地放松放松 客观面身啊 是 是外地的吗 对 我是外地来做生意的 你们这儿 有没有什么特色 哎呦 你可来的地方了 咱们这花马楼可是全金人最大的酒肉 最近刚来一批东福桑妹子 个个睡 您看哪 哟 还挺懂我 你给我上一桌好酒好菜 妹子 多多的来 好嘞 公子 公子来 扬他呢 公子 哈哈哈哈 来公子喝口酒吧 公子别赌啊 来喝一口 嗯 嗯 要知道你们家里喝醋 太可专了点吧 你个怪地老啥意思啊 挑递我们家姑娘 不是挑递 我这人嘛 品位 比较高 这样 钱不是问题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 花魁 后排什么东西的 不是 借我这陪陪我 哎 那个就行 哼 哪来的土包子 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敢打花满了头牌的 都怪我 非要搞什么暗箱操作 所以何必如此 都怪那二狗不争气 都怪我才笃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了 毕竟我已经脱镇多年 早也不是当初 也怪我太优柔寡断了 应该直接给二狗一个身份 非要去搞什么科举 这些无聊的形式 您不缺人 但我却信任 我先回避一下 你去看看 这位公公找二狗所谓何事啊 您是王爱的家眷吧 今年会是 王爱高中头甲 咱家呀 特地是来送成绩的 头甲 这 这怎么可能 您这话说的 咱家还能骗您吗 大梁世子试卷 那可是要经过三道侃 五道风 连陛下都无法提前 知道成绩 所以啊 这试卷成绩 您啊就无庸置疑 他现在不在 我想代为转交 您看这样可以吗 那您 是王爱的夫人吗 嗯 是 如此 那被有劳夫人收下了 那咱家就告退了 崔姨 头甲 这怎么可能 我也不知道 头甲 这怎么可能 崔姨 你不是说 你找的人反水了吗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 是搞错了 其实没反水 这个消息千真万确 二狗的文章 确实是经过数道赛选 才成为头甲的 可他平时 连一副正经样子都没有 如何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 想去二狗 你呢 我觉得他 挺无耻的 但又 又 有些神秘对吧 对 二狗他 就是很神秘 我常常搞不懂 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哎呀 二狗他已经走了许久了 我得赶紧去追他才是 现在贸然追 肯定是追不上 得分析一下 他的途经之处 不过他在京城 老老实实待了一个月 现在贸然要回归 必然 必然 回去吃喝玩乐一番 享受一下京城的风土人情 你分析的没错 所以我笃定 这个小鹰虫 一定还在京城之内 尤其是一些风花雪月的场所 所以要好好找找 是 这花满楼的国家 不都是出来卖了吗 我给钱了 凭什么不能玩 卖 你个粗鄙的乡野山夫 竟然说得出如此话语 实在是你本公子做 唐兄 莫要与这种志气 有失身份 妈的 大家都是出来玩的 出来玩就是为了快乐 大家竟然在一个地方寻乐 怎么还分上三六九等了 我不让你理解 我叫唐靖 乃是一名准晋士 今年会是二下 其余今是榜上有名者 你说你一个乡八老 能和我们是一类人吗 身为一个读书人 张口闭口就是乡八老的 侮辱对方 而且还是个指尽事 就怕以后入朝为官 以后不能好好地 与民同情 毕竟 平日里没什么身份的百姓 在你们眼里 不过是一个乡八老罢了 你不说 我哪有这个意思 没这个意思 你当在座的各位都是聋了 听不到吗 我刚才只是针对这次 并没有针对其他人的意思 敢做不认 看来你们这是上等人 你不怎么样 你 诸位公子 今日来花满楼 是为了风花雪月 而不是唇枪舌战的 我看不如就此打住 看在梅儿姑娘的面子上 我便不与你计较 梅儿姑娘 多日不见 进来可好 多谢唐公子挂念 梅儿一切安好 诶 这位姑娘 到底接不接 你 这位客官 不好意思 小女子卖艺不卖身 卖艺不卖身 你这又想当表弟 又想立牌坊 梅儿姑娘 今日我就帮你教训教训 这个不知理数的像 臭小子 这位客官 当真要如此这般 我只是实话实说 这样吧 我觉得我们可以私下谈 正有此意 梅儿姑娘 你这事做事 怎么能跟这种人私下会谈 而且你当初不是说过 谁能做出一首以楼为题的诗词 才能与你推背换斩吗 我已经悟出来了 而且还是以花满楼为题 对 这件事情众所周知 希望梅儿姑娘信守着 诸位 现在瞅了 绿草青羊 润废汤 高山翠谷 迎斜羊 但取一方 最胜处 花开花蟹 花满楼 好一个花开花蟹 花满楼 倒是颇有几分欲味 既然梅儿姑娘喜欢 那按照约定 你得先陪我才行 如此一来 这位客官 我恐怕不能陪你聊聊了 啥 这也叫好诗 你这个香 知道什么是诗吗 这诗词中的含义 恐怕你一辈子都会 缺缺一个打油诗罢了 随便赢一个 就能把你秒得连招都不胜 笑杀我也 笑杀我也 没想到我今日 竟能遇到如此大况觉子 那你倒是赢一手 我们洗耳恭听 你叫我赢我就赢啊 我不要面子的吗 若如此 那梅儿姑娘就不能陪你了 刚才不是装臭屁吗 怎么 不敢了吗 我不敢 那我们就以楼为题来赢 因为我是江南人士 对京城的楼不太敢 那么我就以江南的黄鹤楼为题 梅儿姑娘 应该对黄鹤楼很熟悉吧 不管是哪里的楼 只要是以楼为题 都可以 都什么节 这句来 西人已成 黄鹤去 此地空雨 黄鹤楼 黄鹤一去 不复返 白云千载 空悠悠 好诗 好诗啊 看来这里还有懂得欣赏之 公子 你怎么哭了 我清了公子这首诗 我 我想家了 看来公子也是江南人士啊 如此这般 我的这首诗和你的那首诗相片 哪个更剩一首 记住你了 门儿姑娘 请问 没想到啊 堂堂贺兰县四大家族白家白小钱 居然跑到了京城当花魁 看来你一开始就认出了我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你做生意 我肯定要多多支持 既然你都说是老乡 那你为何要拆我的牌 当初在贺兰县的时候 你们白家 也没少拆我们赵家的牌了吗 可真是个忠心的小家丁呀 喊你们赵家 你不是姓王吗 那件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赵家现在在贺兰县 立于不败之一 我们这些只能离开贺兰县谋首 给条生路吧 狗哥哥 我不管 我付过钱赢过失的 你真的确定要这样 我去想跳啊这是 小子 你还记得我吧 对不起啊 我记性不太好了 想起来了 你不就是那只 被我探掉毛的鸡吗 你还敢撑狂 你闹得不熟你 今天一定要将你先淹后杀 再淹再杀 这个家丁还有点所有 先拿下吧 一个小小的酒楼竟敢豁养死世 现在证据确凿 你们又打不过我 准备怎么办呀 你 你不就是个小小家丁吗 怎么 怎么会有如此实力 现在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了 洗衣 全盘拖出 陪我睡觉 齐二 想把你睡了 在这儿 这我不认识了 你要睡什么 你是上道的人 还认识什么 快滚 气不熟人 走 记得带上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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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成了 走 人 走 走 在这儿 他们都要过 原来如此 行 我知道了 以后 跟着我回 果然是没办法真的把雨萧和志运两个女人撇在京城啊 搞得我不得不重操就业 杀人放火 我白瞎本是可怜 失诚之后 还望还我们自由 放心吧 我扔人狗睡了你 一定会接你负责的 怎么了 还有点痛 没事 我以后都来几次 小子 你跟梅尔姑娘在里面做什么 这么久才出来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时间那么短 你 你跟她 就是你小那样 叫什么名字 敢不能报上名来 王二狗字 确实有点难听 王二 你就是卫师头甲那个王二 那是他没错了 不然也不会做出那么好的诗句了 怪不得你这么嚣张 原来是条过江龙了 我是头甲 看来我随便写的那些东西 也足以震慑这个时代的口观了吧 且早知如此 长公主又何必给我找关系 可原本就有这实力 我不管你在江南是什么底子 但这里是京城 是容易得给我盘整 是虎你得给我握着 好厉害的地头蛇 小子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得罪我唐靖的下场 住手 雨晗 你这是什么意思 胳膊子往外拐 他跟我一样来自江南 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们伤害我同乡 赵雨晗 劝你少管闲事 京城 我唐靖侠收拾的人 还没有收拾不了的 你实相的赶紧给我滚蛋 不然我给你一块儿说 这位仁兄 感谢仁兄的仗义出手相助 不过 新天的帮助对象 我 什么意思 我看你是不见端才不露泪啊 因为 今天受欺负的不是我 而是他们 娘儿姑娘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些歹徒是 我没说错吧 这帮人一定会聚集起来 等着收拾 今天 把他们全抓了 动手 快走 快走 你们疯了吗 这人敢绑我 知不知道我是 当朝太师之死 对吧 还有你 秦淮安 户布侍郎之子 张谦 兵布侍郎长孙 还有的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 整个京城最牛逼的官二代 可都在这 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还敢对我们如此正办 当成表明了 我就是知道你们的身份 才如此这一满 不然以为我爱你们 来着 把他们秘密藏起来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是 抱歉 没吓到你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你老家啊 不过现在 确实有点难做 我绑架那么多高官子弟 你又看见了 你说 要不要杀人灭口啊 不要 我什么都没看见 都傻 我求你了 你不要杀我 抱歉了 虽然你心里善良 但是 我这个恶魔 一般对男人 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我其实是个女人 女人 这么拼也是女人 还没有我胸心发达呢 我起来了而已 我不信 你一定在忽悠我 你到底要怎么才肯相信我 除非让我接受检查检查 要不然我就只好杀人灭口 那好吧 你检查吧 嗯哼哼哼哼 住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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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别把你疯了就赔我 我打死你给你瞅 姐姐 我差点就被欺负了 姐姐 我又只有他二手姐 你 就半个打我也不愿意 你给我闭嘴 好了 没想到你还挺有本事的 竟然考上了头甲 狗哥一出手 就捉有没用 不仅如此 你还拿下了死尸窝点为自己所用 顺便绑架了朝中大臣的子嗣 你打算怎么做 我也是怕你们着急 我也是想早点带你们回江南 所以 我准备了一种雷厉手段 怎么个雷厉法 不折手段 说说看 现在三品以下 很难有真正的实权 所以 我打算重新建立一个部门 只不过 这个部门不在系统之内 什么部门 几一位 这次帮了你这么大忙 是不是该 用什么奖励啊 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两位爱卿提双叉来找朕 走为何事 陛下 近日京城出监大盗 找我等儿子尽数掳掠去 希望陛下下诏 封锁京城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啊 可这封锁京城乃是大事 这若一天能找到还好 这若一年半载都找不到 那京城 要封锁这么久吗 陛下 我等大臣为大梁鞠躬尽罪 现在子嗣被弩 情况万分焦急 那就往陛下理解 往陛下理解 不若不然 作为大神心中欲解 恐怕无心处理朝物 蔡师大人 你是在威胁这 这样吧 朕给你们推荐一位大人 他可能会帮你 来人 此来请一位统领 王二王大人 今年会是头甲 顶一位是后面 怎么微臣从未听到 是这样 朕呢 政务颇多 所以便亲自组织了个部门 你们可以把他们 当作朕的守合眼 陛下这有为 有为什么有为 陛下是天子 天子想成立一个新部门 用得着和你们这些大师 打招呼吗 啊 微臣不敢 朕不敢 这般如此 那朱爱卿祖司被抓一事 朕就全权交给王爱卿 朕乏了 你们聊 好久没有这么紧过气了 大姐 你不知道 这帮大志 从来没有把我当过皇帝国 这次二国把他们的儿子孙子 全部抓了起来 一下变怪了好 你虽然是皇帝 但这也是你应该学习的地方 这次只要能戳破这帮大臣的铁道 以后我变得各个进步 冲到朝政那天 不远了 也多亏了二狗 哎 二姐 我看这二狗不错 你一直未婚 不如找一份马 当了皇帝 开始打大姐的去了 我说真心话 到时候你和姐夫都留在我身边 这整个朝廷 我还怕谁啊 我和他都是不喜朝廷纷争之人 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就走了 正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好吧 那小弟就不强求了 王二师父 我知道你 掌公如一手护士起来的人 我并不反对你这么紧性 我们的子嗣 是不是在你手里 其实我也并不反对你 这么紧性 说什么条件才能放了他们 我好像没说 是我抓了他们吧 太师大人 别乱扣帽子啊 你 哎 丹尼 丹尼 看你那位前辈 小子我刚刚上任 正好咱俩在一起 你帮我 我你 你什么意思 哎呀 我这个天子的手眼啊 平日里无非就是帮天子监察 顺便抓抓贪官 干一些丧活内容 各位大人手上如果有什么贪腐的信息 请你供给我啊 我多抓几个贪官 心情一好 就能把各位的子嗣 完成的代表 哦 对了 贪官的官职越大 我找人速度就越快 谁越想提供 我就越想帮谁 哎呀 这群劫匪呀 丧尽天良 这时间拖得一久 各位大人的子嗣 缺个不少粉朵东西 也很可怜不是 你这个恶魔 各位如果想检举 匿名就可以了 本官 绝不 拆 抬 王二 此番是想让我们内斗 你不要动了他的劲 我怎么不听他的 这家伙什么事情办不出来啊 你可想清楚了 若有一个人出头 那便给了王二动手的理由 我不相信他有这个胆子 为他向上整个大梁瘫痪 哎呀 我的太也是大人了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上机吧 二狗 你这个办法真的管有吗 他们真的会狗咬狗 万一他们围成一个铁筒 同一个鼻孔出气 难道你真的要下来通宾子 若杀了的话 恐怕朝鲜必然大王 当然 不杀 我已经查了几个底细 还算干净了 打算 今晚就放了 也对 倘若你今天晚上先放几个 他们这几个铁筒 必然会互相猜取 就不攻自破了 二狗 你的方法确实有效 这几日 每天都有检举信送上来 现在朕命令你 把这上面相关罪证全部撤上 相关人员 一律哪下 陛下 你要记住一个道理 水智清走 大梁的朝廷混沌了这么久 你想一口气全部清理掉 势必会引起反效果 主 二狗的意思是 这些罪证 可以成为你拿捏他们的手段 若是一下子清理朝阵 中书一定会陷入停摆之中 有道理 又被伤了一课 小密陛下 已经不再需要二狗了 锦衣卫 二狗已经找了新的统领 参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请请 谢陛下 你们真的要走吗 去医医学 好吧 那朕就不抢酒了 你们走吧 好好干 别感谢狗哥 再走之恩 走了 大姐 怎么了 为了自己幸福 不要再走啊 姐姐 关于二狗 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呀 你这些日子 每天二狗二狗 都快烦死我了 我告诉你 那小子就是个银虫 你以后离他远点 不然 吃亏的只会是你 可是我觉得 二狗他很帅呀 我看你啊 你真是比得不清 你看他 一个家丁 却能为赵家 发明出黄色和紫色染料 可是他却从未上过学堂 却能力压天下世子 成为头甲 一手黄鹤楼 镇骨月经 不仅如此 短短一个月 他还帮助陛下 整理超纲 肃清乱党 你说 这样的男人 他不帅吗 反正 他就是个流氓 姐姐 你这么想他 也好 有什么意思 这样就没有人跟我抢了 抢 抢什么 抢男人啊 你们前面俩聊什么呢 要回家了走不走 还不都是你 跟翠姨收拾东西收拾这么久 好了 我们回家男吧 对 我们回家吧 二狗狗 等等我 别人回来就好 别人回来就好 爷丫头 终于知道回来 娘 我想跟您说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 嫁给二狗 嫁给我 不嫌 我 别人回来 咱们 我 我 我 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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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